哎 下一个剧组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哇 今天是心中式穿搭 果然啊 未见其人 先闻茶香 能把心中式穿得这么对味的 不愧是我们茶庄老板们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留下了他们的上场前的瞬间 穿着这身来咱们今天的party 咱们就是一个稳赢不赔呀 作为由兰归喜事原班制作团队 打造的全新故事 这次芬芳喜事呢 主要聚焦于一个智茶世家 独身主义老板娘艾四喜 意外结识了离家出走的 富家子弟金坎 两人携手踏入智茶豪门 与当家二娘罗珠寺 争夺掌家权的家宅群像喜剧故事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何再菲老师 还有小辣也都是很漂亮的心中式 而我们小豪又来了 来 今天还是心中式的第一套穿搭 我们拿一下麦 欢迎各位 欢迎你拿 哇 这个果然是茶铺的故事 也是选了很应景的绿色 来 欢迎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 何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辣李佳琪 在芬芳喜事里面饰演艾四喜 好了 介绍完了 你来 哈老师 你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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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仁豪 我在芬芳喜事中饰演的是金坎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何彩飞 我在芬芳喜事里面饰演罗珠四 这名字比较难念 那我们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为大家稍微地介绍一下吗 小辣 其实大概讲的就是 我作为一个客栈的老板娘 然后阴差阳错地嫁到了他们家 然后我的婆母她掌管我们茶叶店的总店 然后我的夫君金坎我们是分店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斗智斗勇的一个故事 听着就很有意思 那咱们既然呈现出来是这么有趣 偏长氛围是什么样的 太欢乐了 就是经常笑场 过于快乐是不是 对 刚刚还说我说我没有预告 好像没有预告的话 那应该把我们那个笑场的画面剪进来 因为真的是非常欢乐 没关系 找我们主创老师拿一段 那可以 或一会儿可以补上 我今天基本上这套衣服代表了 芳芳喜事的主题行业吧 茶叶 茶叶 很应景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是把咱们的这个片场的这个茶铺 也搬到了咱们今天的俄剧派对的现场 稍后要不要给大家来一个 俄剧照片的茶铺 开张这样一个纪念图呢 当然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啊 而且特别符合我们的这个剧情 哦 来我们让我们李小姐拿一下我们的麦 我们来给大家摆一下好不好 来 那这样给我 没关系 我们来一下啊 看看大家好像在密谋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 哇 替大家听听好 准备好了对不对 来 我们芬芳喜事 三 二 一 哎哟 这高难度呢 这叫什么呢这是 来 小烂 这个叫就是 呃 我们 呃 面核心目核的一个这个剧情设计 哈哈哈哈 和剧情 哇 你们俩都很快 对 对 然后我们是这样比心 然后我们俩在你的背面偷偷比心 好家伙 特别符合我们芬芳喜事的一个整体氛围 哈哈 和老师没发现后面还有一个心呢 对对对对 没错 我们所有的喜事还有我们的故事都在咱们的pose里了 谢谢三位 也希望我们下去之后呢 稍后可以好好休息 另外也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些片场的有趣的事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